扁载机就是一样,你现在这个困难啊,你把鱼改,这样,你用扁载机的好用多了 扁载机是可以控制,但是我就是,扁载机就是怕风吹,他们打开窗户啊,我用风吹进来整天的灰尘 啊,打窗户不行? 对啊,我就是不喜欢,因为你都打开开的,所以我不想看,因为我要让环境看起来 满岸的话,你就用脚龙,圆的,都有点的,对,那个不会 因为我一位开了,你现在有这个情况,你脚龙是这个样子,对吧 你这个情况瞧不着,因为它绝对不一样,到这个情况下,你少的时候才上下落 多的时候才上来用,这种类 就是说,出量会不一定的,非常不一定的,所以我想点流啊,不是,不是五六的问题,也不是七的问题,是送料的问题 它控制不住 你如果用平台的出送机,它是OK,不是那个灰尺,你要做盖子吗,盖起吧 不然风吹啊,直接用灰尺 还有那个,黑泡得起啊,黑泡得起啊,你盖子也可以,那个水方面,不坏 你这个,这个下边的出送机会不会坏 因为我当初没有做圆形的教导师,如果卡住怎么修啊,因为有时候我会,他们可能用膝盖嘛,你会那么多细心就会卡住啊 他这个,就是印象,因为这个,如果他这个不好的转量,下边的出送容易坏 又说因为你们这个转法不行,因为怎么转应该,你下边用这个流程的话,有两个就是,前面是推的流程,后面是固定,静向的,这边是走向的 静向,就像是两个流程,你不定这么用 吃放饭,就拿个铸吧 拿个铸吧 吃饭,吃饭,吃饭,我会做过,吃饭 吃饭,我会做过,吃饭 你把你写一下 用这边两个流程,两个,他就没问题 你现在这一个,不行,经常换 因为什么,因为你上浇草的时候,他会什么,他能住我手下用 你没有这个流程,他就,他这个流程是撑受不了 你看刚才那样,烧了一块,那挺坏的 必须有这个流程在前面,这个流程在后面,他这种转型都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不用搅人的话,你刚才讲的,用素松,里面素松袋就OK了 对 他比较会没问题,因为他比较没有那个不重 这个皮带剂啊,三样五样就不重 对 那剩下的皮带剂就是你要进入那个料口的时候,不要让它下去坏 这个很简单 你现在这边吃得行吗 这边滚了,是吧 嗯 从这个地方 对啊,做一个盖起地方 这个不用盖,我这里盖一个,是吧 Wait can I see 什么 对啊 嗯 这边以前'll be 就没有白米 下来的 对啊 呃 嗯 那你控制控制量的话,这个我有发现到,你控制数量,它的电池就不会让你掉下来 对,你要一回一粒,一回一粒,那就很难造成了 你怎么能保证产量,不光这个机器还不好,比机器它就没水不好 对,一下多一下散,实际上你刚才跟我解释了,一下多一下散,它就没水就很重 你还真会看一下,你很明白,你这个鸡膜是什么呀 这是当窩口,这是当窩口 现在出现什么状况啊,现在准备装压的,装机器的 现在出现到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没不了,这个东西下去了 这有长时间供料不足,这个地方没了 这没了,要拿毛丝 这个地方没了,要拿毛丝下去了 这也没了,两个压不住,缠了上去 必须有漫复合的运软,你这个行车好用 有好用,缠续就好 这个重点在于下料,你的供料,供料要方法还要做 对,这样它整个在磨水,它不会做还是 好,弹度就好